传统足球名校人制医院董之英纪念中学 错过了学界沙田及西贡区甲组赛事报名限期 校队需要从甲组第二组别重新打起 中国香港学界体育联会星期五 与校方开会商讨 学体会最终一致决定 不接纳校方预期报名的申请 学体会星期六就在新闻稿说 需要顾及所有会员学校 而作出全面考量保持比赛制度的公平性 董之英中学仍然是可以报名参加 其他组别和未截止报名的比赛项目 董之英中学星期四就召开了记者会 校长黄游杰说 学校的前体育科主任 离职之前教接工作不合作 维失学界赛事报名系统的密码之后又不跟进 不过香港教育工作者工会表示 接获这个体育科主任求助 教工会调查之后说 黄游杰在7月24日已经签署了重测密码的表格 学体会亦都在8月13日处理了重测密码的申请 相信董之英校方是能够登入网上报名系统的 而个涉事体育科主任暑假期间 一直都有同接任的老师交接 教工会质疑董之英中学推卸责任 落已经离职的求助人身上 并已经有机会构成诽谤罪 董之英中学暂时未有回复我们的查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